今天教大家特殊技法 莫骨冲色法和撞色法 先点赞收藏开始讲解 准备熟询纸 莫骨法师只没有轮廓线直接铺色 第一 用弹纸时铺出梅花枝干 注意 水分要大 枝条要有穿插并且流出梅花位置 第二 趁时开始冲色 先用墨冲在枝干转折处 再冲点蓝色与青花瓶呼应 冲点红色与梅花呼应 来看风干后的效果 别急 在化青花瓶之前先点梅花 注意梅花的疏密 浓淡变化 可趁时冲些白粉体现变化 别走开 漂亮的撞色法来了 第一 用花青点在瓶口处和边缘处 以及下半部分 第二 用太青蓝点在中间部分 第三 将太白点在它们之间 上下两头少点 中间多点 注意此环节颜色水分要大 第四 大笔把它们搅在一起 第五将边缘收拾一下 你学会了吗 赶快点赞收藏起来吧